瘟疫论 无有可 自序 夫瘟疫之为病 非风 非寒 非蜀 非蜀 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意气所感 其传有久 此致意紧要关节 奈何自古迄今 从未有发明者 众景虽有伤寒论 然其法使自太阳 或传阳明 或传邵阳 或三阳静自传位 该为外感疯憾而设 故其传法与瘟疫自是窘别 似后论之者纷纷 不止数十家 皆以伤寒为此 其于瘟疫症则甚略之 是与业医者所计 所耳无所使 未免指路为蚂蚁 于出岸 住家贤卫 春 夏 秋 皆是温定 而伤寒必在冬时 然历年较之 瘟疫四时皆有 急救伤寒 美之严寒 虽有头疼 身痛 勿寒 无汗 发热 总似太阳症 至六七日失智 未尝传惊 没用发散之际 遗憾即解 兼有不要医兹结者 并未尝因失汗 以致发黄 战雨 狂乱 台刺等症 此皆感冒肤浅之病 非真伤寒也 伤寒 感冒 均细风寒 不无轻重之疏 究竟感冒居多 伤寒稀有 旷瘟疫与伤寒 感受有嚣嚷之隔 今入马 忧分 意见伤寒是所绝少 重景以伤寒为疾病 仓促失智 多致伤生 因立论以祭天下后世 用心可谓仁义 然 伤寒与瘟疫 均疾病也 以病之少者 尚纯纯告示 至于瘟疫 多于伤寒百倍 安人反智乌论 或为瘟疫之证 众景原别有方论 历年既久 冰火湮灭 既伤寒论 乃称散亡之语 王书和立方造论 谬称全书 瘟疫之论 未必不由散亡也名义 重征新寺 意气流行 山东 浙省 南北两直 感者优多 至五六月一胜 或至河门传染 始发之际 实施为伤寒法治之 未尝见其不待饮 或并加勿听七日当自愈 不耳 十四日必料 因耳失智 有不及七耳死者 或有网用俊记 公补失序而死者 或欲一家见解不道 心疑胆怯 以疾病用缓药 虽不忌受其害 然牵沿耳之死者 比比皆是 所感轻者 赏获侥幸 感知重者 更加失智 亡死不可胜计 皆呼 守古法不合金病 以金病捡骨疏 缘无明论 是以投计不孝 医者彷徨无措 病者日尽微毒 病欲疾 投药欲乱 不死于病 乃死于医 不死于医 乃死于圣经之遗网也 于乎 千载以来 何生民不幸如此 于虽故漏 静心穷礼 隔其所感之气 所入之门 所受之处 及其传遍之体 平生所用立验方法 详述一下 以似高明者正知 时 崇征 任武 仲秋 姑苏洞庭 无有幸 疏于淡淡斋